岭南风味 香鲜猪肝瘦肉粉肠 在两广的大白当里面 有一些店专门以这道菜 作为招牌来招揽客人 它的好吃程度无用之余 制作起来呢也相当的简单 我这里的瘦肉呢 用到的是二皮青这个部位 如果不懂的话 在网上搜索一下 有读有视频 一看就明白 这个部位无论你是煎焖煮炸炒 怎么做 它都不会老 非常的嫩 猪肝把它切成一个薄片 粉肠清洗一下表面就可以了 如果不喜欢吃粉的话 用水龙头把里面的粉冲出来 刀工处理好以后 进行一个腌制 给污一些姜 蚝油 酱油 胡椒粉 盐 糖 糖要稍微多一点点 还有少量的米酒和酱油 把它抓拌均匀以后 放一边备用 再准备一些小葱段 还有蒜末 这两个是作为小料 起到蒸香的作用 下一步 我们正式制作 平底锅里面 下入适量的花生油 然后就可以倒入 我们腌好的猪肝粉肠 全程用一个中大火进行煎制 煎到它底部 有少许的微焦 甚至有一点点的焦焦感 就可以翻面 翻面以后 有一些是没有翻到的 我们用筷子 再进行一个翻面 大家不要觉得 这个猪肝 煎得有一点老 或者有一点焦了 这道菜的特色 就是要这种感觉 你吃的时候 要挑那种带焦边的 它会更香 底部煎好以后 我们再下入大蒜 大蒜不要提前放 否则蒜味就没有这么浓郁 把蒜炒出香味以后 再给物适量的米酒 一点点的酱油 不要太多 否则会很咸 把酱油和米酒的香味 炒出来以后 再给物我们的葱段 翻拌均匀出锅 这道菜的口感呢 干香回味 猪肝和粉肠 越嚼越香 吃的时候 友情提示 一定要挑那种 焦焦的来吃 非常非常的香